历史上被认为是引起异国动乱的罪魁祸首的女人有很多 比如夏朝的墨喜、商朝的妲己、周朝的包氏、唐朝的杨贵妃等 无一例外 这些被认为是祸国妖妃的女人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漂亮 因为足够漂亮才能使异国之君迷失自己 从而灭国或引起一场动荡 但在历史上却有一个女人 她的丑陋被记在史书上 但同时却因为她而开启了一个最混乱不堪的时代 这个女人就是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 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是如何当上皇后的呢 这还要从她的丈夫晋惠帝司马忠说起 司马忠 天生愚钝 能力低下 朝臣私下里都讥笑他为白痴 司马忠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 何不食肉迷 由此也可以看出 司马忠的确是个傻子 不少世俗大臣从晋王朝和自身利益考虑 多次上书晋武帝废掉他 晋武帝自己也很担心 但其他儿子都还年幼 害怕死后皇位落于他人之手 幸运的是 司马忠的儿子司马裕 幼儿聪明 小小年纪就有为人君的风姿 武帝非常喜爱他 为使爱孙日后能继承皇位 才没有废掉司马忠 为了弥补司马忠的愚钝 晋武帝决定从释迦大族中 给他挑选一个聪明贤惠 有权势的皇后 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 选中贾南风 作为司马忠的太子妃 西晋王朝的悲剧 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晋书记载 贾南风不仅样貌丑陋 而且生性善妒 这一点 他应该是遗传了他的母亲郭怀 贾南风的父亲贾冲 是曹魏大臣 官勋颇高 任大将军司马廷位的职务 曹魏末期 司马懿独揽大权 此后将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 此时的大将军司马昭一手遮天 曹魏得知自己早晚会被司马昭取代 暗动杀鸡 却未得果 这件事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典故 司马昭之心 司马氏夺得政权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贾冲从曾经的高位退了下来 大权旁落 司马延是司马昭的长子 却并没有得到司马昭的重用 甚至在继承王位的时候 司马昭首先考虑的是次子司马忧 而司马延最后能继承父亲的王位 并顺利逼退曹魏原地 是因为贾冲在司马昭面前屡次为司马延进言 因此贾冲在司马延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在他登基后 贾冲成了开国元勋 尽管贾冲是个十分有能力的人 但他却有个致命的弱点 巨内 贾冲原本有一个非常温柔贤淑的老婆 也是他的原配 为曹魏末期大将军李峰的女儿 但在曹魏末期 李峰未帮曹方夺权被连诸三族 女儿因此也受到了莫大的牵连 被流放边疆 之后贾冲便又娶了一位妻子 衡阳太守的女儿郭怀 郭怀也是官宦人家出身 却不及李氏半分贤淑 反而是个善妒的人 甚至因为嫉妒 他的两个儿子因此而死 郭怀嫁于贾冲后 先是生下了大女儿贾南风 又接着生下了好几个孩子 郭怀不允许贾冲接近任何一个女人 整日疑神疑鬼 一次 贾冲想从儒母手中接过孩子抱着玩耍 结果被郭怀过分联想 生生将儒母打死 两个孩子因为没有奶吃最终病死 贾冲在朝中的势力慢慢扩大 遭到了其他人的排挤 聪明的贾冲把目光转移到了太子司马忠身上 太子司马忠天成吃傻 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 贾冲正为自己的事情感到焦虑 突发奇想 没准女儿成为太子妃 可以解决眼下的困境 即便司马延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却禁不住大臣的七言八语 最终贾冲联手他人 将自己的女儿成功送入了宫中 尽管贾南风其貌不扬 却从未因此有过什么自卑感 反而十分嚣张跋扈 用自己太子妃的身份压制他人 甚至不高兴的时候 还会对傻子丈夫大吼大叫 贾南风对自己的丈夫司马忠 十分不感兴趣 没有任何感情 也没把司马忠放在眼里 可面对别的亲近于司马忠的女人 贾南风一个也不会放过 更别提怀上了司马忠孩子的女人 常常一尸两命 一位宫女曾怀了太子的孩子 丁盆前被贾南风知道后 被贾南风毫不留情地当场用力气戳死 旁边的宫女太监虽感到残忍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武帝司马炎的耳中 司马炎非常生气 决定废掉太子妃 重新选一位温柔贤淑的太子妃 荒唐的是 武帝在朝堂上提起此事时 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 就连皇后杨旨也对贾南风尽力维护 此时杨皇后知道 再不对贾南风加以警示 终将酿成大祸 所以她开始对贾南风加以训诫 却反被贾南风记恨在心 武帝司马炎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出于对江山社稷的考虑 他开始质疑司马中 是否能继任大统 决定摆一场宴席 邀请宫中大大小小的官员 一起喝酒聊天 出一些题让太子作答 贾南风虽善度无礼 可脑子却很好使 他立刻明白了武帝的用意 为保护太子妃的位置 果断请人来代替太子作答 遮掩太子是个糊涂虫的事实 虽然贾南风度过了这一危机 却也大受惊吓 心里暗自发誓 要报复这些想拉太子下马的大臣 随着杨皇后的父亲杨俊 在朝堂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加之想起杨皇后之前对她的训斥 贾南风就这样埋下了 要报复杨氏妇女的种子 司马炎去世后 司马中继位 贾南风被侧为皇后 杨皇后尽为皇太后 对杨氏的恨意充斥着贾南风的大脑 于是便心生一计 污蔑杨俊企图谋反 命人包围杨俊府 此时被杨太后知道后 杨太后心急如焚 想要搭救自己的父亲 却被贾南风拦截 安了她和谋的罪名 最终杨太后被活活饿死宫中 此时的内宫 已经再没有贾南风的对手 除掉杨氏妇女后的贾南风喜出望外 想到朝中还有其他位高权重 与自己一心的人 曾经差点害她丢了太子妃之位 杨俊死后 被排挤的司马亮 重新回朝担任种旨 同时司马伟也得以晋升 成为将军 手握兵权 可司马伟是个 见利妄议草戒人命的人 大臣们认为 他掌握兵权是个很危险的事 见朝中大臣对自己不满 司马伟立刻投奔了贾南风 贾南风见司马伟手握兵权 心中暗生想法 想借他的手 除掉一直与自己不合的卫冠和司马亮 于是骗丈夫司马忠写下诏书 给他们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想要除掉他们 当司马伟带兵前来抓他们的时候 他们自觉清明 没有任何反抗 跟着司马伟走了 却不曾想到会命丧于此 在利用完司马伟之后 贾南风意识到 司马伟的势力不断扩大 将来会很难控制 便寻得误杀忠良之臣的借口 将前来邀功的司马伟斩于刀下 一夜之间 贾南风除掉了有实力的三个对手 就这样 贾南风在前朝后宫都再无对手 惠帝司马忠也对贾南风言听计从 朝堂上贾家的亲族一时遍布朝野 除了对权力的追求 不喜欢司马伟的贾南风 却对其他男人非常有欲望 宫中有个叫成聚的太医 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仪表堂堂 很快便入了贾南风的眼 贾南风隔三差五称病 让成聚留在自己宫中 对外宣诊治 实则同床共诊 但贾南风并不满足于此 公然派自己的宫女 替他出宫辩寻美男子 虽然贾南风的风流生活从未停止 但却只生下了一个女儿 如果皇后贤良 可能会抚养一个有能力的孩子 偏偏贾南风生性妒忌 他自然不会考虑这些事 五帝司马延生前料到万一的结局 偷偷将司马中的一个已经怀了孕的妃子 谢久保护了起来 结果谢久为司马中诞下了一个儿子 起名司马裕 司马中吃傻 可司马裕却十分聪慧 五帝十分喜欢这个小孙子 在司马中继位后 司马裕便成为了太子 但贾南风怎么会甘心 让别的女人生的孩子成为未来的掌权者呢 于是 他不许年幼的司马裕接受好的教育 久而久之 他也从被司马炎夸赞的神童 变成了一个草包 痴迷于玩乐 后来 贾南风更是趁司马裕醉酒之际 骗他抄写了一份谋逆的手书 献给了司马中 司马中见太子想要谋反 于是就要赐死司马裕 但有几个老臣出言劝阻 认为这绝不会是太子写的 贾南风见状 担心事情有变 就主动上书 奏请免太子为庶人 把他关进了当时的皇家监狱 金庸城里 贾南风还是不放心 两年后 派人去杀死了司马裕 永绝后患 借着这个由头 早有夺权之心的赵王司马伦 假造赵书 以谋害太子的罪名 要废掉贾南风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杀掉贾南风之后 司马伦废尽会帝 自立为帝 后被杀 自此西晋八王之乱正式爆发 导致了之后的五湖乱华 中国历史进入了最混乱的 五湖十六国时期 司马炎本想找一个聪慧的儿媳 以保住司马社的统治 但却没想到 他找来的其实是西晋的催命符 是这个刚刚统一天下的催命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orum婴订阅明镜 ified compartir, digamos